国家推进海南全面生化改革扩大开放 随着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海南对国外游客的开放程度势必越来越高 旅游免签的国家 您关心的旅游免签的国家 现在是59个 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 据我所知在现有59国免签的基础上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有可能近期就会再开放8个国家和地区 到海南免签旅游 当然除了游客可以免签到海南旅游外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朋友 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朋友 更关心到海南的工作签证 学习签证和居留签证 这几个方面 我们也会更加开放 并且做得更加便利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程中程中akan 来自苍文费的国家 都长在海南的工作签证 那么千亿 中国新闻网客户的顶目 自己找到海南免签证 相当 PT 正在证实 wrote 感谢观看